在创作能力上这仨人谁更强一点 这个家伙强一点 是吧 写这类东西才有兴趣 就类似这样刚才这段子 反正会个两百段不是这样 要说德云社徒弟里面谁创作能力强 除了岳云鹏可能就数张赫伦了 而张赫伦的主要创作能力 基本上都是用来调侃师傅和余大业了 看德云社看的是谁啊 看的是郭德高 著名的一个小黑胖子 都知道我师傅个头不高 对 对不对 现在来说 就因为总是我说我师傅个头的原因 我师傅在后台没少骂我 那可不骂 指着我鼻子骂我 我们亲眼得见 张赫伦 以后再谈到再敢提我的个头 我就抽你 都跟 还有呢 就这一套打在我的膝盖 你听 除此之外 张赫伦的改变能力也非常强 各种小区小调可以说是手到擒来 除了创作和改变外 近日张赫伦又解锁了新能力 要将小金儿拍摄成电影 此条消息一出 引起许多网友的热议 毕竟德云社演员的电影 可以说评分不是一般的低 许多网友也纷纷给张赫伦打预防针 希望张赫伦再向身上 向师傅多点拍电影上 就不要跟着师傅学了 杨树林东北奇缘4.9分 比岳云鹏的祖宗十九代就高0.7分 哎呀 比岳云鹏的风略俏佳人 就高1.6分吗 比岳云鹏的欢乐喜剧人打电影 你才高2点 必须 除此之外 许多网友也非常关注 电影版主角小娟的人选 毕竟听过小娟的人都知道 小娟一定跟张赫伦有着很深的故事 特别是之前张赫伦同学聚会的视频 更让大家担心不已 不是因为我小白 是因为同学聚会 咱们喝的是情怀 看到这一幕 不少网友在下面评论到 让张赫伦注意一下 还有网友爆出张赫伦曾经追过他 但是网友称看过其他视角 其实就是角度的问题 张赫伦早在采访的时候 就表示过小真是改编次东北同阳 很多东北孩子其实都听过 后来经过张赫伦的整理改编 才有了小娟儿 那小娟是谁写的呀 小娟啊 其实这个是我后来改编的 这是我小时候啊 几岁啊那会儿 我们东北啊 因为哼唱着玩 但是也不是这个旋律 也不是这个词 但是我就给整理成了这样 至于许多网友质疑 为什么没有跟德云社影视合作 估计双方都有自己的考虑吧 无论怎么样 还是希望张赫伦的小娟儿 能够早日拍摄完成 早日上映 票房大卖 都知道不能够 我放在这边 在оля子里货 就在我们够